大家好 欢迎来到优酷星球新驾到军事联盟特别活动的直播现场 我是主持人瑞磊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见的是大军师司马一致军事联盟 为国主顾杨修的扮演者翟天玲老师 欢迎 哈喽各位优酷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翟天玲 因为这个国际航班飞机晚到的原因 我今天晚了 我先跟大家道一个歉 非常诚挚的道歉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有时间观念的人 对不起大家 贾老师 你别这么严肃 贾老师确实是一个特别认知的人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问我 在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在福建读的时候 他说福建人还能够当主持人 他对专业 无论是对自己 各方面都要求特别严格 他说今天我一定要好好做这个直播 你现在搞得我很紧张 因为我是代表军事联盟的所有演员的第一个 对 你是第一位客人 我一定要给我们争口气 那我相信今天的直播我们会很精彩 但也是值得期待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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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要告诉大家是我们的这个军事联盟 大概是几月 六月多少号会上线 我也不知道 还没确定是吗 但是我们六月份应该是会上线 除了在优酷会播出之外呢 在天猫魔盒上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军事联盟的 另外今天我们宅老师来到直播现场 据说是要给我们发福利 因为我们根据军事联盟这部剧呢 设计了25个军事卡 然后每一周呢 大家要收集五张军事卡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一亿红包的这样的一个 分享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有没有感觉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有钱 对 就是你一定要盯紧我们的直播页面 不然的话就会错过一个亿 千万别盯紧了 否则你亿万富翁的机会就没了 对 你就会错过 所以现在我在做直播 我其实是有点亏的 因为错过了一个亿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优户会员的这个福利 也会在聚播出的过程当中 实时的会放送给大家 那聊了那么多我们进入到正题 平时翟老师会自己做直播吗 很少 很少 干这种事 我一直觉得直播是件 就这种还是算不错的 有个人跟我说会话 你知道吧 有的直播吧 是让我冲着这一镜头啊 自己聊 一聊 说你必须要聊够半个小时 否则人就不高兴了 我说这怎么好意思 然后结果就搞得我很尴尬 冲着镜头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网友他是有实时的回馈给你的 就是有一些问题会问你 然后根据网友 对对对 你又一打好像也还好 他太快了有的时候 太快了 有的时候特别快 然后你也看不清楚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人挺尴尬 一个人挺尴尬 对 拍戏有点难受 我在知道尴尬的路上已经走了很久 不过咱聊天还好 聊天还好 就氛围还比较轻松 不会太尴尬 对对对对 然后网友说你是青年演员当中的老艺术家 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不喜欢老字 不是啊 是不是 我就问你吧 是不是 你说有没有 就是说 别人是因为跟我 我老是搭戏 总是搭一些 比我年龄层大的演员 大家有这种误解 另外一个就是演技确实放在这个水准 大家有这个误解 有没有 博士吗 高材是吗 所以说其实我是85后 85后 87的 87年了 对 既然大家非要这么讲 我也没办法 老艺术家大家应该也还是成为你的演技 这方面 听起来好像很爽 然后在家里就平时 家人啊或者朋友有没有什么昵称 称呼你 没有 没有 我从小 我从小就是 就没有 没有吗 没有昵称吗 没有 开玩笑都不会吗 没有 比如说大家 我是叫蕊蕊吗 大家就会叫我地雷 然后大家都是公共进行叫你宅老师 不不 他们会叫我 外号呀 宅宅 宅宅 有个叫宅帅 宅帅 宅帅宅帅 然后叫小宅宅都有 那我们知道军事联盟这部剧 其实拍了333天 我相信剧中的很多的演员互相之间也都很熟 他们有没有什么称呼 比如说秀博老师 你称呼秀博老师叫什么 像我们粉丝就播书呀 你们有吗 老师 我也没有 我跟他太熟了 基本上都 都不怎么叫 就不称呼是吗 就不怎么称呼了 直接上来就演 直接嵌入正体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我们都这样 你像我从新术 这个离婚律师 离婚律师 这第三部我会做了应该是 对吧 还有吗 还有那个总有蝴蝶过沧海 还有我自己现在做的这部戏 深渊行者 我们应该是 大家看到的有三部 看到的是第三部 没看到其实有五部 还有很多是吗 其他的老师也都没有什么昵称吗 比如说 有起外号了 对起外号 李晨老师 也叫大黑牛吗 就跟着我们粉丝叫大黑牛 大黑牛 那不好意思 背后来都叫 背后叫大黑牛是吗 背后都这么叫 但是当面还是比较恭敬的说 李晨老师 陈哥 就是这样 大家都这么客套吗 333天 对 他确实大 我们这个基本的长幼 还是要有 叫吴秀波老师 就叫伯格 伯格 对对对 这个 有的时候拍戏拍熟了 我就直接叫他司马懿 司马懿 他叫你杨修 杨修 然后看你是不是也特别狠 因为你们俩对手心应该特别多 但是我们俩是特别欣赏的对手 欣赏对手 我们俩就是互相很欣赏 互相成就 对对对 然后刚刚其实也说了 你是我们第一位客人 军事联盟的第一位客人 所以你还是要跟我们说一说 军事联盟这部剧 到底说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肯定是三国的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天猫 天猫 天猫魔活 天猫魔活 这个 对在这也可以看军事联盟 我基本上讲一下这个故事 嗯 就你像让我把这个 我们拍了三百三十天的故事 给你讲一遍 就是军事联盟大概说一个什么故事 他基本上讲的就是 因为我后面剧本我没看过 我只到我 就是杨修去世 我后面跟我没关系 他们怎么演都跟我没关系 杨修去世之前 基本上就是这个 在三国群雄歌剧时期 最精彩的时期 曹操 我们讲的是曹操部分的这个故事 然后呢 曹操底下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曹丕 一个叫曹直 这两个人呢 就开始争这个皇位 嗯 然后呢 再往下 就有两个人在扶持他们 来做这个登上皇位 这两个谋士 一个就是司马懿 一个就是杨修 嗯 然后这个 在前半部分 更多的是 这两个智者 也是在许长城 特别有名的两个 放到今天 算是这种 明星偶像级的 这种人物 嗯 这个 两个人在这种制斗 都制斗 这样的过程 在这个曹操面前 嗯 其实你们发布会 我也看了 然后 秀博老师说 主要就是围绕着司马懿 这个主线进行展开的 包括 他家族的 呃 一些奴婢的 呃 始终都交代的很清楚 嗯 所以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如果对这段历史 很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锁定我们优酷 然后或者是天猫魔和尚 来看这部剧 对 另外杨修这个角色 包括他言行举止 你是怎么来处理的 你觉得 要注意哪些 包括他说话呀 走路啊 杨修在这个戏里面 跟所有的演员都不一样 嗯 因为他是一个极其知书达理的人 嗯 呃 我觉得古装戏 跟现代戏的区别 就是古 一定要做到不同的 就是古人 比现代人多了一层礼 嗯 而这层礼 在杨修身上 是体现的最为明确的人 嗯 我的 大家如果仔细看 会看到我 整个戏的肢体动作 嗯 对于礼法的动作 比任何演员都要大 嗯 因为杨修这个人在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程度 叫嗜才放矿 嗯 非常的有才气 非常的这个 才华横溢 极其的狂妄 嗯 然后他的那种洒脱 呃是通过这个礼法 我是来着重的表现的 嗯 嗯 我觉得老师还是入戏很深的 包括现在 对对对对 采访的时候那种 举手投足之间 还是有那种 对对对 但还是我是个八七的人啊 我是个八七的孩子 八七八七还是孩子 好 那我们也聊了那么多 呃 刚刚开场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了 我们呃 呃 会送福利吧 对吧 嗯 针对这部剧 我们有25张军师卡 发钱了 对对对对 马上就发钱了 聊着了就发钱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呃 呃 老师你可以321 给一个口令 然后我们现场就会在 这个直播页面当中 会发军事卡 然后大家就可以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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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每一周呢 就收集五张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 一亿红包的这个 大奖的分享活动当中 给个口号 好吧 好 我这一发就发几千万 对对对 大家都稳住了 大手一挥几千万 来 来 预备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来 预备几千万 拿 好 现在应该是有一个卡片 可以打开 抢到了吗 如果没有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待会的话会有很多张卡 如果大家抢到了以后真的拿到钱了 记住分我一点就可以了 找到翟老师的微博 ad一下 主动分享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正题 还是聊这部剧 其实翟老师应该拍出来都是精品 你别叫我翟老师 一叫翟老师就把你叫我了 翟帅可以吗 小翟帅都可以 小翟帅 翟帅 我退一下 翟帅我有点脸要红 翟帅 翟帅两年拍了两部剧 对吧 一部拍了九个月 还有一部我们军事联盟拍了333天 那剧选角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原则吗 两年拍两部剧 我觉得这样的演员真的太难得了 所以两年没有跟大家见面 大家就说这个演员是不在了 不在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市场 让我们的这个演员更新很快 所以你是要在这里面选择自己的坚持 还是选择顺应市场 这个很难 我觉得军事联盟是 我觉得演员一生中很难遇到的好本子 有几个戏说一拍拍将近一年的时间呢 包括这个白鲁园 选择这两部戏都是因为它的文学基础 可是总是需要有人去演吧 这种戏总是需要有人演 然后中国人的这个观众层次有那么多不同 不同的层次都需要被人满足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看快餐的嘛 对 所以坚持很难 但是就是少挣钱 所以多发点红包给我啊 你们挣钱了 我相信这部剧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 因为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 我看弹幕大家就说 就是很期待这样的一部剧上映 因为对三国题材的剧嘛 大家都还是很感兴趣的 那其实我知道秀博老师 针对这部剧的每一个角色 他都是亲自打电话 对 自己选的 对 他怎么会找到你 你有没有问他 我觉得 他是你看 他是演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演完之后 他有一天半夜四点钟 又给我打电话 就是演之前呢 当时我正好我在 我记得我在登山登雪山 我是在雪山的帐篷里接到他的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天气 我觉得星星离我特别近 海拔特别高 然后缺氧 然后正好接到他的电话 很温暖 我说他说你在哪呢 我说我在雪山上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 我有一个角色想找你 是这里面我一生的这个对手 能够跟我斗智斗远 而且他说在年轻演员里面 因为他说我们要从17岁开始演 他说这必须是个年轻演员 从年轻演员里面演的气场 还要跟他在一起搭起来 还能够不输 大家能够叫起进来的 他说杨修你来吧 我说好啊 那行 那我下了雪山 脑子里过了一圈 还是雪山 对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给他一个安全感 就是因为通过新书 通过这个离婚律师 大家可能也喜欢看 我们两个在一起搭戏 有一种 好像是有一种化学反应 很合拍 我们生活中也很合拍 合作那么多部 相信你们俩演对手戏的时候 应该是游刃有余 不会有过多的摩擦 不需要废话 不需要废话 上来就能演 对 这个戏拍完了之后 我记得那天 我在做白鹿园人的宣传的时候 突然间 我在园上凌晨四点钟 他刚刚剪完最后一刀 这个后期 他说天灵 我特别兴奋的给你打电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 完成得太好了 他说完全超乎预期 他说 他说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 对你这个角色的 这个塑造度的 这个水准赞 我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开心 然后电话里边 我就邀约了 我们就邀约了下部戏 我们的合作 下部戏已经 电话了 对 他承诺我 他要他自己做导演的话 会 会 会跟我一起合作 然后我来给他演 他来导 那修博老师放眼整个 演员各种圈 然后把杨修这样的一个角色 悬在你身上 应该一开始 演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应该不会 我没什么压力 因为什么呢 还是答太多了 主要是答太多了 二一个就是呢 我从初到开始 我就 我就喜欢跟 就是段位 就表演段位很高的演员 一起打戏 因为 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 所以 跟我没有这个分别心 就是我对这个演员 这个资历大小 跟这个 我没有分别心 没有 所有人来了 你不都还是 你不管你是 你是 今天你第一次接触表演 还是你已经演了几十年戏 你不都在跟我演吗 这场戏 不是还是要跟我演吗 所以心态也还是很重要 对对对 那 就是其他的老师 搭戏的过程当中 会有吗 这个 修博老师搭得很好 跟其他老师应该 像 像这个 诚哥 嗯 他就是 我觉得我 我对他受益最大的身上 就是他带着我健身 当时 海陆园 刚刚增完肥 我当时将近一百 快一百七十多斤的时候 快一百八十斤了 我换了脂肪肝 当时为了军事联盟 往回瘦 特别的辛苦 然后 我当时就 我们两个住在一个酒店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你每天 你得带着我练 他每天到点给我打电话 健身 健身 每天 然后我快速地 从一百七八十斤 瘦回到 我现在的状态 那我知道 你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 骑马也受伤了 当时修博老师说 在天场看到你 你根本不会骑马 然后问你为什么要上 你说 该我了 该我了就上了 对 那戏该我也骑马了 你不用替身 对 我不想替身 不会骑 还是自己上是吗 对 我总觉得 骑马的 那个骑马的时候 能正好能表达 那个角色 洒脱的一面 就是说完一句话 然后吊马就走的 那个感觉 特别帅 但是受伤了 第一次他把我拉下来了 他说你不许骑 第二次 我追马那天是 他不在 他不在 然后那场戏 有三百个士兵 站在那儿 等着我去传军令 我觉得三百多人 那天天特别热 我没有不上马的理由 可我真是没想到 那么空旷的一个地方 我们两匹马并排跑 我的马会被旁边的那匹马 踢了一脚 那匹马直接就把我翻下来 然后 然后我的手就 我记着我整个这一片 整个全是血 已经模糊了 当时就 现在还应该还有影响 对 我这边现在是肿的 然后呢 大夫后来 当时手没觉得怎么回事 就觉得整个这边血太厉害了 我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送到县城的医院去了 然后 后来我就 几个月以后 我老感觉手特别疼 没法推门 我再去 查手腕的时候 大夫说 我这个手腕 这个韧带撕开了之后 再也好不了了 我说怎么办呢 他说你这辈子也好不了了 说那我能做手术吗 他说中国只有一家医院能够做这个手术 只有一个大夫能做 但是还不保证成功 所以 我就这个手就永远也不能提重物了 大家可以看 你看我的两个手 这个手会比这个手肿 所以就永远落下这个伤 伤在身上 后悔吗 可以用提升的 你必要追求这个水的动作 可以的 可以用提升 我觉得如果说 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我一定会弄清楚了才伤 对对对 万一我伤了 今天只是伤到手 如果下次把脸伤到了 我影响了整个剧组的拍摄 那是我的问题 所以 说自己啊 还是要多注意 所以我怨的就是 我怨自己 别把人马摔坏了 哎呀 其实 其实我之前 好像也看到网友的评论说 你的古装伴相一出来的时候 就感觉是自带弥媚的效果 你也拍了很多古装剧 也拍了很多现代剧 你自己是比较倾向于 现代剧还是古装剧 就从伴相上来看 你是更喜欢古装的伴相 还是现代的伴相 我觉得只要是需要帅的角色 必须都得帅 是啊 平时自恋嘛 照镜子会照还叫 真帅 反正有镜子 哎呀 真帅 我可能得看一眼 还得 这个 艺人 有镜子 必须得看一眼 嗯 还是跟着角色走 因为角色 你像 角色需要你稍微的胖的 丑陋一点的 那就得丑 可是角色 但凡角色需要帅 我觉得你 你怎么都得把他帅下 反正就还是根据角色来 对 你不够帅都得帅 就是哪怕别人都说你不帅 你也得帅 也得认为自己帅 所以我就觉得 嗯 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 古装 现代 都得帅 都得帅 对 反正就是根据角色嘛 角色需要帅 那就得帅 是 那我们知道 就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等待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在等戏的过程当中 一般怎么打发时间 我有很多种方式 嗯 因为我从来不会把这个准备戏的过程 放到现场 说哎呦 我看剧本 在现场看剧本 多么认真啊 我觉得所有的努力 都是你回家 偷摸了自己在家里 之前一天 把它准备好 嗯 到了现场 你只需要 其实到了现场 心态是更重要的 嗯 我只需要像游戏一样 对待这个事情 所以等的会心烦啊 会会那个的时候 我会找人 找找他们聊天 只要波哥在 像像军事联盟 只要不是波哥在 我们两个一定在聊 聊人生 聊聊佛经 聊各种东西 就聊好玩的东西 嗯 如果他不在 又没有人陪我 比如说正好拍到我自己的戏 我就会下象棋 下象棋 手机游戏吗 呃 不不不不 我直接在现场 就直接照 找工作人员 就是你们拍你们呢 反正我要等 我就开始下象棋 呃 要么就坐在导演旁边聊 如果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真的是都聊空了 还在等的话 呃 斗地主 斗地主 嗯 斗地主 这个特别 是不是特别像一个 不专业的演员做的事情 总有办法 可是我总要找一个办法 让我自己 就是 从 从那个 那个 那个 焦躁的状态中出来 嗯 我演戏的时候 才能够非常放松 嗯 这个对我而言比我把这个戏准备的更深入更重要 嗯 现场都不需要默契了 不需要脑子里过走 不默契了 只有到了现场 我感受一下规定情境 我看一下 哎 感觉 自己心里有数了之后 就是来真的 对方怎么给你 你就自己来体验 嗯 我发现 摘帅已经越聊越开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 又发钱了 发钱了 发钱了 还没到 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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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游戏 希望游戏 因为军事联盟这部剧 讲的是跟三国有关的故事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跟三国有关的问题 好好好 考你 也考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 也可以把这个答案打在这个弹幕区 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好 考过 我是博士吗 来了 博士 来 考的是我 来 第一题 请说出跟三国有关的三个成语 或者是邂逅语 网友也可以答哦 在弹幕区可以留言 我光从杨修家就能够说出来三个 好 就是杨修家 这个杨修 这个邂逅语有一个就是鸡肋 鸡肋 鸡肋肋 实之无肉 弃之可惜 嗯 实之无肉 这是一个 一个叫适财放矿 适财放矿 适财放矿就是这个人怀着很大财 然后就整个人都非常的洒脱 非常的这个放矿啊 适财放矿 狂妄的那个感觉 是讲杨修的 嗯 还有一个就叫老牛适毒 老牛适毒 老牛适毒讲的是什么 就讲的就是杨修 因为适财放矿 因为鸡肋的事件 嗯 被曹操处死了之后 他的父亲特别的心疼 然后有一天曹操呢 就遇到了他父亲就说 哎 你为什么瘦了 嗯 他说因为我老牛适毒 我还是想念自己的孩子 好 三个 我看到网友的留言 嗯 三顾茅庐 草船借鉴 暗坐沉舱 暗坐沉舱 气声雨 何声亮 草船借鉴 空城记 桃园结义 啊 网友也在 空城记不算 嗯 好 有人关注的是啥时候发卡 待会儿 发钱发钱 马上啊 好 第二题 说出跟三国有关的一首诗 嗯 这个应该也很多啊 呃 我就 很多 我喜欢的 我可以说吗 像这个 像这个什么 赤壁赋啊 嗯 还有一首 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我主公的 曹操的这个 龟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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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给大家 背一下 好 就这个 神龟虽兽 游有尽食 藤舌成物 终为土灰 老记福利 志在千里 壮世慕年 呃 烈世慕年 壮兴不已 最后两句是这个 哦 迎缩之妻 不但在天 养迎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永至 嗯 我知道 基本上就是我初中啊 高中啊 课本里的一些 观仓海 为什么喜欢龟虽兽 是因为 他讲的 其实不管人 多么的长寿啊 我们不要整天是想着 呃 这个生死 嗯 而是要养 仰赢之福 可得永年 就大家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呃 这才是最重要 三国中卫国的创立者是 曹丕 曹丕 嗯 第五题 说一个跟杨绣有关的故事 其实刚刚也说了 嗯 对 鸡肋 鸡肋 然后还有一和书 一和书 一和书 一人一口 一人一口书 还有一个叫 曹娥碑 他解答曹娥碑 嗯 呃 这个 蔡勇写的曹娥碑 有这个 太复杂了 回头你们看戏 戏板我都演了 嗯 好 然后下一题啊 嗯 关羽素有美然功之称 请问他的胡须到底有多长 就不知道 一尺二 哎 B是一尺八 C是 二尺 D是二尺半 一尺大概是 33.3333厘米 333厘米 嗯 大概是多长呢 不知道 不知道 网友知道吗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来看看网友知不知道 网友可能有点延时 待会我们再看这一题 待会我再公布这些答案 我看看 美然功的这个胡子有多长 对 好 下一题是 扶不起的阿斗 说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刘善 刘善 嗯 好 最后一题啊 好 最后一题有点难 因为他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他说 三国中的关羽 为什么会比张飞死得早呢 这个答案也是亮了 关羽为什么会比张飞死得早呢 关羽败走卖城 呃 这个脑筋急转弯 就要往歪了响 关羽为什么比张飞死得早 他们说自古红颜多薄命 因为关羽比张飞长得好 好 那既然 对 是因为他红 那个谁 那个关羽是红脸 嗯 好 还有一个比较搞笑的题目 他说 谁生了周瑜 谁生了诸葛亮 谁生了诸鱼 谁生了诸葛亮 既生于何生亮 对 去哪里找他 这些题目 我看看网友有没有答对 刚刚那道题啊 美人公的胡子有多长 对 可能网友有点卡 好 八尺这谁 别闹 又答两尺的 两尺是C 对 C就是两尺 答对了 真的吗 对 两尺是多长 答B答一尺八也是对的 答两尺也是对的 我记得他这个次应该是当这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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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吗 可能是我对尺的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小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画面 就是他坐在那读书的那 好像就是到 到这儿吧 嗯 嗯 好 发卡啦 发卡啦 现在这个名字可以这么长长长长长 他说发卡啦 现在好 发卡 来 发 发 可能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 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军师联盟呢 根据里面的人物设定了25张军师卡 那每一周呢 大家收集五张军师卡 就会参与这个一亿红包的这个过程 一个亿 可以抢一亿红包 一个亿 那老师 不能叫老师 不能叫宅帅宅帅 宅帅可以给一个口令 我们现场可以下起这个 叫什么 卡片雨 对吧 卡片雨 发红包了啊 来啊 来 发红包 多拿钱 快点 三二一 好 可以抢起来了啊 快速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我也想点 我也想拿 但是没有办法 可以把手机拿过来 可以开始点点点点 没有抢到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卡片会发给大家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聊下面的话题了 嗯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跟宅帅老师 就我们看到的是第三步了嘛 嗯 其实累计应该有五步 对不对 嗯 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拍戏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两个属于生活中就特别合拍了 嗯 这个 大家对事业观啊 特别 也特别一致 嗯 所以我们常常会 基本上 我每天 基本上最近的 一个月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跟他 有微信 对对对 属于非常亲密的那种 哥哥和弟的这种 关系 嗯 这个 嗯 在戏上的合作呢 嗯 它其实也 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 因为毕竟是 从我刚刚被观众认识的时候 就是在 新树的时候 嗯 嗯 那个时候 我们整个戏的所有演员 其实都在追求一部 嗯 一种那个 自然的一种 一种表演方式 可是军事联盟不一样 军事联盟 我们两个 是有一天突然间 我们俩开的窍 就是 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 争执起来了 嗯 争执起来 因为剧本的事情 争执起来了 争执起来了之后呢 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他当时还不在剧组 后来呢 他回到剧组之后 我们又争执了一上午 结果就从 化妆的时候 争执到现场 突然间 我们两个 把这件事情聊透了 于是我们两个 就特别清晰 司马懿和杨修 两个人之后的走向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那一次 就是那一次 是根据这个 还是 甚至还根据这个 这个 金刚经里面的一些 典故 在把它聊清楚 直到我的死 我跟 秀郭老师 还有这个 我们导演 都是在聊 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角色对人生的一种态度 所以这部戏的杨修 我认为是中国电视剧史上 所有刻画杨修里面 最丰富 并且最公正 最不 最不 最不演绎的一版 真实的 非常真实的 还原杨修 为什么死 很多人说杨修之死 杨修之死 是因为他太 太聪明 还是他太怎么样 其实 其实真正 在三国志里面 不是这样 哇 学霸真的是推敲过的 对对 我们其实也没那个 就是都是聊 聊完了之后 统一了一个意见 把这个 这个戏的走向和剧本都改了 特别我死的那场戏 杨修之死 在军事联盟里面的 这种导演的这种渲染手段 跟所有的戏都不一样 那在接到这个本子之前 做过什么努力吗 就是再把三国演艺 可能各方面的书再看一遍 没有那么努力 我就是 还是就是跟秀博老师一起 琢磨角色 再怎么也 也没有 也没见他 我进组的时候 比别人软 我正在别的戏上 还有爬雪山去了 然后 我其实并不属于那种 会特别较劲 说对这个剧本啊 是特别较真的人 我一直认为 你不管你 我演的是三国演艺 三国志 三国演艺 还是演这个白鲁源 其实我演的都不是小说 都是编剧 经过改编完了 给我的剧本 我只要把剧本 也完成好了就好了 别的我都不想 我没想过那么多 那我们知道 秀博老师 其实除了是主演 他还是监制嘛 他在现场严肃吗 他一点也不严肃 但是他会 可能因为你们俩比较熟 所以你觉得不太 有可能有可能 其他演员可能还会 比较紧张 其他演员 我是整个前期里边 最小的演员 我是整个 87年的你 对87年 我在整个 你像我们搭戏的 于和韦老师 就把这个 所有的演员里边 应该是我跟那个 我跟唐一新 应该是最小的 那平时剧组的生活呀 不拍戏的时候 大家都是干什么 不拍戏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 都是窝在自己的房间 然后收了工 我就是健身 我跟那个 李晨 李晨 包括这个 我们组的 其他几个男演员 我们就是在健身 没办法 拍戏已经很累了吧 他们已经很完美了 你要知道 他们的身材 当时已经很完美了 我是要从一个胖子 瘦回来 所以我基本上是那个 就是被别人带着 那种小郎当那种感觉 带着 其实我虽然没有看 这部剧哦 但是我觉得应该 多多少时候会有一些 严肃的气氛 那片场会 气氛 气氛就是 特别 有没有谁是特别活跃的 我们这个戏的表演 是特别戏剧性 所以我觉得在现场的气氛 就是特别的戏剧性 你看就是 而且那个谁 李晨会在现场 给我们买口串 晚上很晚了 你要知道 他买了烤串 他还买啤酒 你们待遇太好了 买完了之后 他还不吃你知道吧 就给你们 然后我就看着 我就想吃的时候 我说 你要不要吃一个 我不吃 太胖 基本上我喝了这个 我今天就白练了 他自己不吃 健完身自己不吃 然后我又拿一个啤酒 一小瓶啤酒 说这个要不要吃一个 这个都是麦子做的 我才不吃 你们吃 我就默默地 把它又放回去 然后看着大家在那里吃 这很痛苦 你们现场应该就很多空调嘛 旭博老师怕你们苦 很多空调 那其他组会不会跑到你们组里来 哇你们军事联盟的剧组多好啊 还有那么多空调 我们是这个横店最土豪的一个剧组 是 就是说就我们组就除了有钱 就是有钱 有钱 那伙食应该是不错的 对 就是我们组什么都贵 场景贵 衣服贵 演员也贵 然后这个 结果我们特别热啊 大家 有一天突然间那天我在 正好旭博老师在旁边 哇哟这么热 然后我穿了一个大皮 皮草 我们两个在那个演戏 他说这要是到了夏天 我们都死了吗 然后他就把执行制片人叫过来 说要不要找点空调 马上找到了空调植入 然后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的藤里面有50匹空调 另外一个口调里面有80匹空调 结果我们还是穿上那皮草 可是里边要穿一件春秋衣 否则太冷了 所以你想想 当所有人都忍受着炎热的时候 我们组要穿秋衣 都不容易啊 我们也很辛苦的 定妆照刚出来的时候 就你看那个服装的时候 自己满意吗 非常满意 因为造型 陈同勋老师跟我是合作了很多部戏 白鹿园啊 绝杀到这部 所以这个跟陈同勋老师的这个 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在电话里就有 就有对这个 杨修的着装 有设计 杨修的着装跟所有人的色调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白色的 白色的 你看这个戏其实很多人都是暗色调 而只有杨修的颜色是白色的 因为他这个人心里很干净 然后另外的他那种狂妄和那种爱美之心 我们用白色来把它来体现 那涛姐呢 涛姐她的衣服 她的衣服 我跟她的对手戏很少 我跟她的对手戏很少 只有在刑场上 我没有遇到过 她穿得很惨 但是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戏的女孩子穿的衣服都很漂亮 因为陈东勋老师 对这个服装的这种美感 是我在认为 在中国我是最有安全感的 每部戏只要陈东勋老师做这个艺术指导 我这个造成指导 我都会非常的放心 服装各方面就不会差 不用想都 就是好看 就是有钱 好又聊嗨了 该发钱了 对该发卡了 还是提醒此刻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根据军事联盟支部剧呢 我们有25张这个军事卡 那每一周呢 你要收集5张军事卡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 一亿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抢夺的活动当中 那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到我们宅帅 来帮我们 人才 宅帅 帮我们来喊一下口令 OK 三二一啊 想不想要一个亿 来 现在就拿 三二一 可以开始抢起来 我也可以吗 为什么我就没有看到屏幕上有这个卡呢 可能是网络有点严实吧 来 有了吗 刚刚直播的时候 我的好像就会慢很多 可能是跟我的网友关 可能是 对 如果大家在直播页面上看到有那个军事卡 大家可以开始抢起来 抢起来 如果错过了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的话也还是会有像军事卡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啊 记住你们当了亿万富翁的时候记得发我一点 谢谢 可以这样 战友老师 宅帅 爱着一下宅帅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问你 好 呃 yes or no 我们有没有那个牌给他 这个是吗 yes or no 啊这么草率 可以吗 好 刚刚我们才聊了美的东西 衣服啊各方面 还可以啊 OK啊 我直接 yes or no 这个yes就是举yes no就是举这个 对 如果你yes举no的话 这是考验我 OK 好 第一题 请问你是不是军事联盟剧组当中NG最少的一个 No 最少的是谁 呃 都特别多 这个戏导演要求太细了 嗯 基本上能够 NG最少的我觉得就是 武术组 他们的表演应该比较好 好 下一题 请问你是不是军事联盟剧组中最能够吃的呢 最能吃 火是好呀 不是 那是谁 我在减肥 谁 最能吃 舒郭老师也在减肥 其实我觉得李晨的饭量是大的 因为他他炼的那个量很大 所以他摄入的也要比较多 嗯 大黑牛 嗯 实际上最大的就是你 嗯 好 第三题 不拍戏时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睡觉吗 No 怕雪山 现在还去日本 学各种 学这个巴西柔术 巴西柔术 然后又受伤了 对 待会儿再聊这个 好 下一题 40岁后会留吴秀波那样的胡子吗 不会 为什么 87年 因为我没想远了 太远了 太远了 好 下一题是 李晨世军师剧组当中最强壮的鸡肉担当吗 Yes 喜欢古装剧比时装剧要多一点 对吗 这个其实刚才问了 No 只要帅 No 只要帅 No 好 下一题 平时追剧上网看电视 上网看多还是电视多 上网会比电视多对吗 我还真不是 会在电视上 我会 如果我应该会准时打开电视看 但一上网就会上优酷对吗 但是上网必须上优酷 军事联盟必须在优酷 优酷读波 每天到了12点钟的时候 他们只要送给我会员 我就天天在12点看 会员 而且我们会员还会有特殊的福利给大家 好 下一题 会上微博搜索大家对你的评价吗 会 yes 我还会特别喜欢看我的戏 然后边看我的戏看弹幕 看弹幕 然后看到别人说的不对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开始 就是不开心 开始教育他 对对对 心里很想 什么呀 会不会看 会不会看会不会欣赏 对 好 下一题 遇到粉丝要求合影来者不拒 对吗 看心情 看相情 看茫不茫 而且看当时的状态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 你确实这个 那天脸特别肿啊 或者你有受伤的时候啊 确实感觉好像有点不自信 比较爱美的人 不自信 但绝对不是不想 我是 只要我行 我都会 对 其实也不是明信有架子 可能当时状态不是特别好 拒绝了个一次 没关系 有的时候自己穿着裤衩啊 出去 那种 溜达 出去跑个步啊 什么的 哎 说拍张照 就觉得好像有点 奇怪 奇怪 对不住人家 那翟帅就是 平时如果不拍戏 或者不出席这种活动 自己会打扮的 怎么样 会比较休闲一些 还是会很帅 我会 我会 我会非常的认真地贴合 这个 这个不同活动的这个风格 嗯 下一题是 朋友圈会刷屏推荐自己的新戏吗 呃 我 刷屏不会 嗯 但我会让别人帮我刷屏 哎呀 那我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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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叫朋友 家人 对啊 因为家人自己就会 就 两年都没有看到我 我演戏了 好不容易演了这两个好戏 也是刷屏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得刷一刷啊 嗯 你们也帮我刷一下啊 嗯 我还拿一 一亿红帽呢 不是 刚刚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你说呃 秀博老师找你演这部剧的时候 刚好是在雪山上 嗯 然后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 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说 从日本飞过来 学学什么 学那个 学那个巴西柔术 巴西柔术 对 那平时自己会经常旅游吗 会经常旅游 会经常旅游 我只要不拍戏 我基本上都在旅游 啊 最喜欢那个地方 呃 我喜欢有 有文化特色的地方 嗯 像这个 呃 我我我最近去的地方 我说一说吧 嗯 我我去老挝 老挝 你想不到吧 嗯 老挝有个叫朗博拉邦的地方 朗博拉邦 嗯 特别美 啊 那个地方也是被 被我被被污染的很少 也被破坏的很少 也保留着在那种佛教的那个 那个感觉 嗯 啊 很美 旁边就是魅公河 魅公河 啊 那种设计啊 我觉得都是我很欣赏 嗯 那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什么 极限运动啊 时光压力啊 我有登山 登山 爬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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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 嗯 也是对对大自然的一种 景仰嘛 爬雪山你是一定要爬到多高 然后才会买 对我前阵子登顶了四姑娘山 啊 就是在 博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啊 但是 四姑娘山顶上的信号比较微弱 她是在半山腰给我打电话 我记得 嗯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去坐 坐过山车 嗯 可以把自己这个 这个压力 喊出来是吗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去 呃 安静的时候 想打打台球啊 这些都可以 我也喜欢打台球 还有一点就是滑雪 滑雪 你会打台球吗 有机会我们约一下啊 是吗 对对对 是可以的哈 对对对 可以的可以的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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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是我从小就 从小就爱滑雪 爱滑雪 嗯 嗯 其他的呢 呃 除了旅游 平时不拍戏的时候 还喜欢干什么 在家宅着 宅着 宅天里 宅男嘛 宅天里 宅着啊 我喜欢装修 家里在装修 嗯 嗯 比如说这个 其实我两年前 就可以入住 嗯 我偏要 我偏要把它设计两三年 就各种灯啊 都是自己设计的 学校把它 对弄得特别 自己特别满意了 嗯 我才能住 嗯 哎那你觉得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是会有灵感的吗 就是 会的 会的 嗯 这些灵感你都会 去做什么 是体肩在演技上吗 还是 呃 有是在演技上 也有对你人生的一些感悟 嗯 比如说你旅行的时候 你看到 你看到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乐高搭的小积木 嗯 摆在一家 剪头发店的 那个橱窗那 你就会感觉到 哦 原来生活中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东西 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店 特别有生气 嗯 嗯 我我喜欢享受那个老师傅 给我 国外的老师傅 给我刮胡子 有一天 我我 我前天 我刮胡子的时候啊 嗯 正好 那家店特别老 已经将近八十多年了 那个 那个 给我刮胡子的师傅 已经八十多了 他跟戈尔巴乔夫 一起拍的照片 啊 我看挂在那个墙上 在冷战时期的 嗯 然后他说你从哪来 我说我从中国来 他说 当年戈尔巴乔夫到 日本的一个 一个跑马场 他是那个跑马场 第一个 这个中了万马卷的人 嗯 然后呢 他就自己雕刻了 好多中国字的马 嗯 然后送给了戈尔巴乔夫 然后那个那个印 也送给了我一张 啊 这就是缘分 哇 好难得 对 是一种缘分 嗯 其实你说刮胡子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 嗯 就是在我们家 嗯 那个时候我 爷爷 对 我发的那个单位嘛 还是小平房 嗯 然后外公啊 爷爷来的时候 门口会有那种刮胡子 老爷爷 帮他们用刀片刮 用那个白色的墨 然后用那个白毛巾 给你捂 对对对 然后各种泡沫 就特别多 就刮刮 那对男人而言 其实是种享受 嗯 但现在都没有了 对 现在有各种高级的剃须刀 这个社会发展的 越来越快了 对于一些绅士的 一些传统都 都没有了 嗯 平时自己讲究这些吗 讲究我到现在 我在家里都是用手工刮胡子 有那种刀片是吗 对对对 嗯 那刚刚你谈到说 自己家里其实装修了很久 精确到灯啊 各种都是自己设计的 那家里都是什么样的风格 呃 我家现在是新古典 因为古典太老 欧式对我而言 我觉得也太老 嗯 所以我喜欢打打主意的 还有一些 那个 就是 就是想象力特别强的 嗯 所以我就会从世界各地 买一些 那个想象力比较强的设计品 我家里有一个灯是我自己画的图 让他们做的也很好看 有机会 自己画的 对 有机会 这个 给你们看 嗯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安排 接下来 呃 我要继续把这个 把我的这个戏拍完 就我现在正在制作的那部 深渊行者 制作的 啊 对 然后 呃 深渊行者 对 也是跟修伯老师再次合作 啊 是现代 是现代戏 是一个警匪的一个题材 然后再一个就是 好好的收 追军事联盟 上优酷 拿一亿红包 自己到时候应该一定会赶 对 然后也会叫朋友看着吗 对对对 好 那最重要的啊 呃 其实可能我说军事联盟特别好看 或者怎么样 没有底气 因为毕竟我没有参演 也没有参与到制作当中 那你是切实的参演到这部剧当中 所以给三个亮点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军事联盟呢 首先从我们的演员阵容来看 你看我们的主要演员 之前的作品 嗯 的口碑和在你心里的位置 我相信 大家应该对这个戏 有一个 有一个安全感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制作 确实是 有史以来在三国题材里面 我们的投入是最大的 嗯 因为拍戏就是要用前榜拍出来 对 第三步 就是 里边有我 哈哈哈哈 里边有我 有摘帅 太不要脸了 第三个就是 我们 我们每一个部门 都清净了心血和时间 嗯 本来可以拍三到四部戏的时间 我们只拍一部戏 嗯 我们的这种 用这种 这种纯降意识的精神 虽然这种 这种 这种方式特别笨 嗯 但是我觉得 中国还是需要这种剧 嗯 其实 刚才也说了嘛 每个演员其实都特别 我觉得特别 花心思 嗯 包括李晨 他停掉了自己的一些工作 对 全身 全身性地投入到这部剧当中 对 演员 其实真的 演技很棒 然后 也在这部剧上 花了很多的心思 然后包括刚刚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说到了 呃 服装啊 美术啊 置景啊 各方面也都是一大亮点 美术置景 你有看到 片花或者什么 有 这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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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任何一个 包括 我们是用原声的 嗯 我们用 既然我们用原声 所以我们就希望 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 精力求精 嗯 有一天半夜 吴 吴秀波老师给我 给我发微信 说 我每天都在 配音 啊 我 我真的 我真的 为什么横电的原声会这么 他有些杂音 我们就要必须重配 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个戏 重新演一遍 哇 我就安慰他 我说我给你发一个视频 你看完了之后 你可能心情会好一点 嗯 于是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他看完了之后 他说 我瞬间看到你遭了这些罪 我瞬间心情就好了 是什么视频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吗 嗯 可以的 你遭罪的视频是吗 对 就是我在里边配音 这是我 哎 能看吗 能给个特写吗 看一下宅帅遭罪的 可以看到了吗 可以吗 好 我把声音调开 OK 这里边的是我 因为像这种戏 很难做到跟 就是跟你的 第一遍的时候 那么 感觉那么气和 那么 气和 所以要一遍一遍反复配 所以我在 我在里面配的 就看到我在里边 是这样的 就是一遍一遍下来 我脑子是缺氧的 就是出来之后 嗓子是吐血丝的 嗯 还能找到那个感觉吗 直接用配音 不是更好吗 必须要自己把它做出来 哎 翟帅 如果你的片子 是用配音的 自己看会不会觉得 特别起 非常的别扭 但是有的剧组呢 是没有 会没有打招呼 之前有几个戏 没有用配音 像《青秋湖》啊 像《上古情歌》 都是因为那个 那个 没有打招呼 可能集体都是用的配音 所以之后我就会用 我在合同里面 会签出来 就是说 所有我演出的戏 必须要经过我同意 配音的时候要告知我 有一位优酷用户 5731492836 他说 以后在会员会 不叫翟老师了 叫你翟帅 他真是实力派 然后有意思 这部剧到底什么时候播呀 原生期待 原生 这个戏应该是 这个戏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应该是我 能代表我现在 古装戏水准的 我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准 也是我台词的最高水准 所以我 我如此有信心的一部戏 希望大家去看 好 那跟吴秀 跟吴秀博老师 有很多的对手戏 你觉得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 哪一场 月弹屏 还有我 我 我们两个的死 我的死 这两场戏 总共有多少集啊 总共 这个戏 我们的上部有40多集 然后月弹屏是两个才子 第一次针锋相对 我觉得达到了一个台词的巅峰水准 我们两个用台词来 我们两个自己的巅峰水准 不代表演员圈子的巅峰水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两个的死 面对生死的时候 我们俩最后的那段话 那场戏 我记得演完了之后 我们两个泪流满面 那天半夜两点钟 是我人生中特别难忘的一场戏 好 那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翟帅给我们发了很多的军事卡 有机会去抢一亿啊 大家可以有机会抢一亿 那今天呢 我也特别贴心的 给你准备了礼物 哦 谢谢 天猫魔盒 这个是 就是刚刚不是开场的时候 说了吗 咱们军事联盟 除了在优酷独播之外呢 还可以在天猫魔盒上看 所以拿着它 随时随地就能看军事联盟 好 没有会员可以看 会员我送你 谢谢谢谢 对 然后再看这个军事联盟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员的福利也会实时地给到大家 好 每周五的时候呢 还会有其他的军事联盟的主创 还有主演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聊天 今天我这开的是第一枪 后面还有更多的人来让你们拿钱 大家觉得聊得还开心吗 如果聊得开心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刷个1让我看到 如果觉得很开心的话 今天聊天特别开心 特别有意义的话 谢谢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 因为待会宅帅还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跟大家聊天 可以实时地真人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待会 待会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直播间当中 还要发卡吗 还要是吗 好 导演还争取了一波福利 好 又发钱了 你看看 展示给个口令吧 这个啊 记住拿1亿的时候 记得分我一点 来 1个亿 等你拿 3 2 1 开始 最后一波 大家抢起来 抢起来 抢起来 有没有拿到 拿到的话 也可以在公屏上说一说 一起分享一下这份喜悦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每周五都会跟大家相约 在直播间 都有抢这个军事卡的一个福利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优酷会员 还有军事联盟活动组 以及天猫魔盒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周五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